邓超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便狠狠打脸了周一维 都说维持婚姻长久的方法 就是男方拥有一颗清醒的恋爱脑 而这一点便与邓超不谋而合 因为孙丽是个独立型女强人 所以一忙起来常常会忘记给家里打电话 但邓超就不一样了 结婚这么多年来 他不仅一直与孙丽保持着包电话周的习惯 就连日常生活中一些微乎其微的事情 他都要分享给孙丽听 他出去工作哼得一二十个电话 我有时候都 我说不要打了 我说每天就这些事情 没有什么可说了 就打到后来就是视频电话 就白眼邓小言 他说你没有话跟我讲 我说我们今天已经打了很多电话了 我说我们已经没有话可以讲 当然除了黏老婆外 在两人吵架时 邓超也是率先低头认错的那个 一天没发信息 然后到了第二天我就很难受了 我是很难受了 我是绷不住那种 他一般吃点也就睡了 但是一早 我就发了一遍 问好在吗 即便被旁人说是爬耳朵 邓超也毫不在意 甚至还大大方方的承认 那么怕老婆呢 怕老婆不对 怕老婆不是对的吗 怕老婆你不怕吗 我怕 总之在邓超看来 老婆就是个全能的偶像 浑身上下都在闪闪发光 而与之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 就是演员周一维了 在与老婆朱丹吵架时 她不仅不会去认错 反而还对其恐吓 我现在是在给你台阶 如果你不走下来的话 待会这个台阶就没有了 甚至在接受采访时 言语之间也满是对老婆的不屑 其实真正的爱情从来都不是依靠物质 而是生活中微乎其微的细节与尊重 唯有这些才能走得长远 邓超与豪磊分手多年 如今二人境遇却堪比云尼之别 2005年 豪磊拍完戏回到家 就发现爱超已经人去楼空 留给她的只有邓超的一封分手信 为此豪磊伤心不已 甚至还有了轻生的念头 不过好在李光杰的出现 渐渐填补了这一切 彼时豪磊以为 与李光杰的奔赴是一场救赎 于是他又是帮他介绍资源 又是帮他跟资本牵线搭桥 就差把他推上影帝之位 不曾想付诸一切真心后 换来的却是李光杰婚内出轨的消息 最终豪磊幡然醒悟 果断与其提出了离婚 之后便像是赌气似的 闪嫁了一位圈外人 婚后豪磊还为其淡散了一对双胞胎 只可惜后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两人还是选择分开 分开后豪磊便一个人抚养两个女儿长大 虽然日子过得不苦 但总归是在其成长过程中 缺少了父亲的陪伴留下了遗憾 而反观邓超与豪磊分手后 他便遇见了现任妻子孙丽 不仅打破了他不婚不育的原则 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跟他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 而且婚后他也依旧是把孙丽捧在手心里宠 会专门为他学习主意 也会乖乖在家带孩子 让孙丽放心去拍戏 当然闲暇之余 他也会到剧主探班 等到老婆休假时 一家四口还会出去旅行 生活简直不要太幸福 尽管后来邓超与豪磊时隔多年后 在颁奖典礼上再见 但在现场两人也只是相视一笑 很默契的没有其他言语 各自闪闪发光家庭美满 这便是最好的结局 邓超无意间的一个举动 意外暴露了他的真实人品 在跑男某期节目中 节目组邀请了不少粉丝前来一起参与落志 巧合的是 当天正好是一位粉丝的生日 其他嘉宾只是对其敷衍地说了句生日快乐后 便继续投入到了游戏 唯有邓超将此事记在了心底 等到晚上得空后 邓超不仅再次为他送上了生日祝福 而且还呼吁其他成员一起为他唱了首生日歌 值得一提的是 这位粉丝并不是邓超团队里的成员 也不是他的粉丝 可邓超却毫不在意 反而依旧为其送上了最真诚的祝福 可谓是相当暖心了 而同样是在这期节目中还发生了暖心的一幕 彼时忙碌了一天的嘉宾及粉丝们刚坐下 便收到了节目组发来的特殊任务 他们要求嘉宾们带各自粉丝去饭店吃饭 最后哪队的花销大 哪队就是输家 与此同时 此队还得承担其他几只队伍吃饭的费用 起初为了不做冤大头 各位队长可谓是想尽一切办法的省钱 有的只点盘素菜 有的则是点最便宜的 而王祖兰这个队长更聪明 直接呼吁粉丝们不吃饭 还美名其乐他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海洋 但要知道 这些粉丝可是跟着嘉宾们生生跑了一天 连水都没捞着喝几口 肚子再甜不饱可还行 所以邓超认为无论怎样都不能亏待了他们 于是他立马找到了饭店工作人员 让其将自己带到后厨 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队员争取一定的美食报酬 最终在大厨的帮助下 邓超完成了一道菜 在得到美食后 邓超也不忘伸手对大厨表示谢意 于是便有了开头内幕 而这微乎其微的举动 也意外暴露了邓超的真实人品 最后邓超既没有花费超支 也没有亏待了自己的粉丝 可谓是两全其美了